但是一个污染事件就让它变成绿拿铁 那这是要消耗多少人民的纳税钱 才能去把它变干净的一个 这么耗费大家的成本 那所以其实如果只要我们发现河川污染事件 大家都能关注这样子的事件 第一时间就可以去通报 第一个时间就可以阻止河川污染事件的话 我想这个都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条河川的环境如果变好 其实居住在沿岸的居民 心情也会跟着快心起来 就是希望说如果有那样干净的地方的话 真的你们的用心真的是凉酷 有大家的用心 我家门前有一首歌 我家门前有一首歌 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玩耀锅这条河川 不只是到原住民 它其实到了汉人来这边的时候 就是近代 因为像那个忠明伯伯 他们都有印象小说 他们是下去摸鱼摸蛤蜊 就是会摸 对对对对 他们其实是有清净这条河 这次我们以三种不同的方式 用路跑捡垃圾还有舒适级的方式 鼓励大家一起来亲近我们家园的河流 邀请大家一起站出来为河川发声 真正这次的舒适级 然后路跑捡垃圾活动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好书带着走的 完赛纪念商品 这个商品呢 除了是购书带之外呢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会再附赠三张 舒适级的图书礼券 总细价值150元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很多好的书 都一起买回去咯 嘿我们就把书放到袋子里 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咯 好我们走吧 十一月干旋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